当某些问题可以解决的时候 就直接加以解决 不一定进入到顶部大脑去解决 假如底部能解决了 就解决掉了 不要再上升了 因为底部大脑掌管的一些问题 它能解决就解决了 底部大脑解决什么问题呢 就是今天晚上我们吃什么 我怎样才能支付我的房租 我今天第一个到教室里 如果给我时间 我可以爬上山顶 他认为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 谁是这里的头 我是不是这里的领导者 因为我是经理 我可以有一座大房子 所有这些与本能生存 本能危险相关的东西 都是底部大脑决定的 他能决定这些事 所以我们说这样的人 活得比较本能 我们说有些人活得不够像人 但是还活得比较本能 他像身体一样活 实际上就是他的底部大脑比较发达 那么第二就是普鲁类动物的大脑 也就是人的中部大脑 中部大脑呢 他要了解的东西呢 是和情绪有关的 他不是本能了 他是emotion的 情感的 他比如说中程大脑决定一些东西 叫做我十点钟必须回家 我不要和那个人一起出去 因为那个人不是你的理想的伴侣 结婚了十年 为什么还没有孩子 那个人老了真可怜 我们应该帮助他 或者呢 我不是十分信任那个人 他的眼光不正 还有我很喜欢他 他和我是合得来的 这么一些问题呢 都是中部大脑决定的 所以中部大脑已经涉及到情感的问题 已经涉及到什么 选择的问题 但是这种选择的情感 都是一直倾向的 不是很清晰的 也没有阴谋在里面的 所以只有那个 底部大脑的人 和只有中部大脑的人呢 我们都算是比较老实的人 比较老实的人 那么第三层大脑才是人的大脑 叫上层顶部大脑 顶部大脑是选择的 顶部大脑要思考的问题 怎样才是最好的解题方式 这个句子似乎是缺乏逻辑性 他的失败完全由于他的错误造成的 那本说书的道理其实很简单 只不过是重复了古代哲人们对妇女的偏见而已 这样一些评论性的东西 加上判断的东西 实际上就是顶部大脑做出的 那么我们区分一下人的左右大脑 和人的三层大脑呢 目的要提出一个观点 这个观点叫思维的进化论 思维的递进性 也就是说如果一个问题比较复杂 必须要经过顶部大脑的思考 那么实际上人是从底部大脑 一层一层递进的 也就是底部大脑不能完成的事情 人就会上升到中部大脑 中部大脑还不能完成了 人就会送到顶部大脑 这个呢就代表人思考问题的时候 实际上是递进性的 不是一下子就解决的 比如说 人们在讨论一本书 这本书我又没有读过 比方说我到你们教室里来 你们都在争论 乐力的中了一本书 而这本书我又没有读过 那么这个场景呢 直接的反应 我就觉得那些谈论这本书的人 在炫耀他们自己 我第一个反应就是 他们可能也没读过 至少他们也没有理解 他们有什么了不起的 那么接下来呢 我会想第二个问题 我就会自己进行反思 我说那么这本书究竟是关于什么呢 我有没有必要去读一下呢 看到人有 人的第一个反应是人的底部大脑想出来的 人的第二个反应是什么 是人的中部大脑或者顶部大脑想出来的 这样人会对一个问题进行连续性的想法呢 就是人类思维有递进性 我们再来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邻居家里的房子有白蚂蚁 那么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 感谢啊老天啊 我的房子和它是隔开的 它那个白蚂蚁不会到我家里了 对吧 然后我的批判性的思维就是说 也许我也应当检查一下我的房子 看到吗 人的思维就是什么 递进的 我们再来一个例子说 我们说呢 世界上有两个很小的第三世界的国家 控制了许多世界上的私有资源 第一个反应就是 这关我什么事 这是我 这个国家关我什么事 这是第一个反应 第二个反应就是批判性的思维 为什么我们国家或者别的国家 不发展一种新的能源呢 我们就不要石油了 我们发展成新的能源呢 第三个就是发明新的能源的事情 我能不能做 我来做好不好 这就是一个递进性的思维 我们再来举个例子 有个同学失恋了 他十分痛苦 我的直接反应就是 这个人真可笑 为这种失恋的事情 还要痛 还要那个痛不欲生的 失恋有什么要讲 今天失恋 明天再练 对吧 再黄昏练 管他呢 他这么痛苦 苦的那个 你死我活的 可笑 第一个反应 第二层反应呢 这个人多可怜啊 好可怜啊 我要不要帮助他 那么第三层反应呢 就是我应该用什么方式 才是最好的帮助他 安慰他的方法 怎么才能够使他摆脱痛苦 振作起来 那么这样我们归纳一下呢 就是说 一个人 能不能进入深层的理性思维 实际上就是 聪明和不聪明之分 我们经常说 有些人很聪明 有些人很笨 实际上就是说 有些人就是很懒惰 他从来不想 把问题提高到 批判性思维的层次上 去进行思考 他只满足于进行什么 进行底部思维 那么这种人实际上就是很笨的 那么有一些人呢 他经过训练 他能够进入到深层的理性思维 这种人呢 就被认为是聪明人 也就是说 换言之啊 就是你最后那个结论 是在哪个层次上来得出的 假如你这个结论 就往往在第一个大脑得出的 那么你就是个本能的人 假如你在第二个普鲁动物的中层大脑上得出的 那你就是一个普鲁动物的海豚的大脑 但是你如果在第三个层次上 人的顶部大脑得出的 你就不会认为一个聪明的人 但是有聪明的思维的人 不一定有聪明的行为 假如一个人的脑子是经过训练的 他在行为上也能表现出 出处表现出他的得体 那那个人就是天才了 实际上当思维成为一种习惯的人 有的人居然可以跳过第一层第二层大脑 他所有问题都用第三层大脑思维 而且他第一思考 他不需要递进的 他的那个思想已经很明确了 他一开始就是用第三层的顶部大脑思维的 这样的人呢 就是天生的领导者 他脑子他不犯错 他就是大家都觉得 因为他每间市场 都是用最正确的态度来对待的 所以呢我们说思维呢 是需要来进行训练的 那么我们可以得出的第二个观点呢 就是第一层大脑 底部大脑是比较本能的 甚至是比较自私的 第二个普鲁动物的大脑是比较情感的 比较善良的 第三层大脑 顶部大脑才是比较理性的 比较成功的 所以你要发挥你的自私性 你要发挥你的底部大脑 你要发展你比较善良的情感 你就是中部大脑 如果你要发展你比较理性 比较善于成功呢 那你就发展你的顶部大脑 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就来谈一下 你的理性思维的训练 人要保持你的理性思维 那么你要克服 首先你要克服理性思维的一些障碍 理性思维的障碍 有一种情况是由 涉入过多的信息量 进入你的思维网络 使你的工作状态出现紊乱 我们现在的人啊 都是喜欢练满 不喜欢练空 现在你们知道 我们身体里有很多毒素 需要排毒知道吗 有些美女不美丽了 就要排毒是吧 我们那个是很多要排毒 身体也是这样 我们的大脑也是这样 我们的大脑只有空的时候 才可以吸收那知识 假如我的大脑完全是满的 那那种时候是不能吸收任何知识的 你已经满了 还要加很多信息进去 那你就把自己弄得痛苦不堪了 我听说那个福经上有这种比喻 说有些人那个听课 听到它是空的一种木桶 所以听进来的东西 它是没有底的 所以全部漏掉了 也就是我们说说 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 还有一种人啊 他们是那个充满空气的桶 充满空气的桶呢 就是它里面呢 有很多什么 有很多自己的东西 然后它听别人的东西呢 老用自己的那里去抵制它 所以它也是装不进去的 那么还有一种桶呢 是正常的桶 它就慢慢地能够吸收的 那么首先这三个桶 都有一个共同的要求 就是必须保证那个桶是空的 才能装东西 所以呢我们现在读书也好 练技术也好 那个我们太注重满了 不注重不满 我们为什么把不满提得那么高呢 在不满 在我们的中文的语言里 总是一种不满才是进步的动力 不满才是谦虚的动力 为什么我们把满看得那么坏呢 我们说什么东西满了 就要一出来了 对吧 我们说什么东西一满了 就要进行责变了 就要从那个福气到祸去转化了 这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我们人要进步 就要练空不是练满 因为你过量的信息 进入思维网络呢 就会使它的工作状态出现紊乱 你比如说我们进行看电影 看电影看电视 或者看电影 尤其看大屏幕的电影 你会感到是一种强迫性 你被锁在个电影院里 你进又进不出 出又出不出 然后你只好被迫地去被人输入 但是那个时候你是没有思维的能力的 没有思维的可能的 所以在看电影的时候 你只感到是情感的激动 你无法进行你本身的理性思维 为什么呢 你被它强迫性的 在一个横杆的时期里面 用你的声音 用你的视觉 甚至用周围的场景 是黑色的场景 黑暗中的场景 逼迫你输入大量的 经过能精神选择的画面 逼迫你同时输入很多信息 结果使你的自己的理性思维能力 完全上失 只留给你情感的激动 我们上次也说过了 我们说小孩子之所以能同言无忌 是因为小孩子的分析能力 还没有被训练出来 还没有培养出来 所以小孩子很可爱的 小孩子很可爱的 我们有很多人说同性未免 我们说很多人像小孩一样 就是那部分人只有情感逻辑 没有思维逻辑 你们有没有碰到这样的人 他只是靠情感逻辑过日子的 很可爱 这样的人很可爱 他们也已经读到硕士研究生了 也已经读到博士研究生了 但是那些人很可爱 像小孩一样的 因为这种人没有分析头脑的 他已经读到博士了 还只有那个 因为他那个分析逻辑 还从来没有长出来过 我碰到过这样的学生 这样的学生很听话 很好玩 很可爱 可爱到家了 但是他就是没头脑 无聊 没头脑 笨 但是可爱 为什么说他可爱呢 就是他完全是小孩 你懂吗 他那个逻辑 那个分析头脑 还从来没长出来过 他年龄是长大了 他的所有脾气 所有样子 和小孩没有什么区别 结果他就很可爱 然后这种小孩很好教 假如他很听话的话 你就叫 你借给他一个分析头脑 他说好好好 我去找你写 他不会和你宁的 结果很容易毕业 莫名其妙 他就拿到硕士学位了 在莫名其妙 他拿到博士学位了 拿到博士学位 他还没长成一个分析头脑 他会很谦虚的 他逻辑 那个情感头脑极好 他一切都是情感头脑来对待的 到时候他又写不出东西了 他还会跑到老师那里 老师啊 我又不行了 你给我一帮个忙吧 帮我想个题目吧 帮我编个结构吧 你帮我几个参考书吧 好你给他了 他还未能做出东西了 他就是不会编框架 因为实际上他从来没有编框架的习惯 从从来没有分析头脑 那么我想这个情况 那个艺术家是更多了 因为艺术家基本上是用情感啊 用直觉啊 思维的 那个没有用过那种分析头脑 现在迫迫得已要在艺术研究院去写个博士论文 苦死啊 那个天呀 苦啊 痛苦啊 是这么一回事 所以呢 这就是说呢 那个那个 第二个情况就是 有些人呢 说思维习惯是有障碍 他是认为休息不够 叫做休息论 那也不一定是对的 有些人就认为 大脑经过休息以后 是可以帮助思维的 休息就是什么也不想 读书 严肃的学术讨论啊 去看论文啊 觉得那个 这就是工作 不是休息 所谓休息就是 大脑放松 不要干任何动脑筋的事情 比如去玩啊 去跳舞啊 去旅游啊 去吃东西啊 认为只有这样做了以后呢 我才会培养起我的 那个理性思维 这个想法是错的 因为严肃思考 通常是干活的代名词 干活意味着消灭欢乐 这种人基本上认为 干活就是消灭欢乐 只有不干活才是欢乐 那么这样一来呢 他就不能获得一种 学术的快感 或者艺术创作的快感 快感 其实一个人 已领绿过那个 艺术和学术创作的欢乐以后呢 其他的欢乐都是 对你没感觉的 假如我今天有所发现 得出重大的新的发现 获得的快乐 要比我中饭吃什么 底部大脑那些东西 要快乐得多 所以呢 比如说有些人 有个英国一个历史学家 叫汤英比 他就这么说 如果能够在空闲 空闲的时间活动里 引入资历色彩 将是我们文明的最后产品 这种人就要把你的玩的时间 都消灭 也就是中国古代 也有这种叫格物自治 看到一片落叶了 你要理解出一个哲理来 看到一个人的情绪了 你要理解出一个哲理来 这样的人也活得太累了 但却是人类文明的一种发展 无论是中国的哲人 还是英国的哲学家 汤英比 都这么认为 那么我们之所以要提这个问题呢 我们就是要回答一个更令人困惑的问题 就是说既然不思考人很幸福 那么人为什么要思考呢 那这个问题大家都会问 既然思考是很痛苦的事情 那么为什么人还要思考呢 那么我们对此加以回答 一 因为这首先是关系到人类的生存问题 和发展问题 人这个动物啊 它的体势不是最好的 比如一个大象 它就比人大 一个鸟能够飞 很多那个走兽跑得比人快 那么人之所以因为它大脑比较好 能够思考问题 人类这个物种才没有消灭 但是人现在却不想思考了 那么你的身体不如大象 你的跑步能力不如那个老虎 那么还有你的那个什么问题啊 你的那个翅膀手臂不能飞 结果人的结局是很 很可以预料的 所以呢 人必须要思考 第二个原因就是 思考才能意味着事业成功 那么比如说 有些诺贝尔化学和平奖的得主 那个人叫 那个人叫 李露斯 李露斯 保林 保林认为思维是至关重要的 他说他没 在没有进入科学领域的时候 已经养成了思维习惯 人家问那个诺贝尔得主啊 为什么会成功啊 他说很简单 我一直有许多想法和观点 然后我就把坏的想法去掉 保留好的想法 就是人是分两种人 一种人老是有很多很多想法 甚至多得不得了 他就把好的想法保留着 把坏的想法去掉 还有很多人是毫无想法 他没有想法 那么这个呢就是一个区别 那么 所以呢 我们说了第三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叫做 消极性的理性思维 和积极性的理性思维 理性思维也要分消极的和积极的 消极的理性思维是被迫的 这部分人是平时不思维的 考试的时候才思维 平时是不思考论文的 想到学位很痛苦了 他才思考论文的问题的 这是消极性的理性思维 通常表现于 他的思维是 表现在外部对他有压力的时候 为了应付危机 这部分人是没有主动思维的习惯的 这部分人是没有主动思维的